大家好,今天是3月26号,我跟小蛮鱼,我们俩回国了,在多伦多机场,猴哥和小佐把我们送到这儿以后他们回去了,我们俩在这儿等着办理这个行李托运手续 行李托运完了,我看就咱们这个航班人多,4多少? 我们是26号出发,然后在24号下午2点多去做的核酸检测,费用是360每个人,这些都是小蛮鱼在网上约的,然后获得个绿码,就这个绿码才可以登记 说起这个绿码,还有点曲折,24号检测完之后,25号下午出来这个血液报告是阴性的,然后就等这个核酸报告迟迟没有出来 小蛮鱼加了这个航班的群,大家都说好几个,很多没变绿码 到了26号的上午9点多呀,我那个红码转成绿码了,小蛮鱼那个一直还是个 后来他给大使馆打去电话,工作人员说他没有发过去 一检查是自己发错了,发到自己微信上了 后来小蛮鱼赶紧又再次发过去 这一点的表扬那么大使馆工作人员效率真高 两分钟以后马上就红码变成绿码,这样我俩才安心下来 这次走也真多亏了小蛮鱼在身边,要我自己走这些东西 在手机上操作我真不懂,多亏他在我身边了 然后现在是在飞机上已经坐在这儿了,飞机有点延迟 要按正常应该是三点多起飞,现在也是四点多了 他没起飞呢,这是机场外面的情况,多伦多机场 现在多伦多的温度是零上六度,天积有点阴,早上下雨来的 怕在飞机上上洗手间麻烦,所以我从下午开始我就没敢喝水 也没敢吃东西,我就想这十几个小时整过来就好了 从多伦多飞广州一共大约是十五个小时 这是每个人发的一大食物,有水,有十力架,有饼干 这是机场外的景色,飞机飞在空中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光打的,我看挺好看的,是魔幻的这种颜色 我就得拍了几下楼下,这又是过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段 它又呈现成这样的颜色,我感觉好像是机历策呀 有那种灯光和照,整个航行过程当中都是黑天 实在觉得口渴了,然后我就喝了一小杯橙汁 一路上秩序惊人,乘坐飞机的人们可安静了 大家都是坐在座位上,也不乱走不乱躲 除飞身,就特别是去洗手间什么的 洗手间也是消毒,特别紧实,每去几个人之后 随后很多人人员就进去喷消毒 夜里这个显示屏它关上了,后来快到时快到地点了,然后才打开它 可以看到飞机行驶在那个城市的上口 下飞机后啊,大家等在这里做这些核酸检测 还有又撤鼻孔的,又撤采集喉咙唾液的 我们都在这排队等着呢 这个时间有点长 一共好像是撤了三次,我四次提问 身后的女孩带了一条大金毛狗 我问她,我说要买一个人的座位吧 她说要买两个人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嘛,前段时间我去她家 她有个大金毛狗 就因为这个狗,她就不敢回国 因为一路上带着太麻烦 这个表格要扫码,扫码之后有一些问题要回答 然后要在微信上发出去 这是要出关的 核酸检测那个棉签啊,要比多伦多这个长很多 查进去的身,把鼻子里嚼两下 但是工作人员告诉,别紧张啊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你配合的非常好 那种体贴信息,真是让人感动 我心里可感动可感动 提取行列 每次检查都用带着护照 要看护照信息什么 反正特别严格 但是也特别人性 工作人员态度都特别和蔼 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他们在这大热天 室外温度已经28度了 广州还有些潮湿那种闷热的感觉 工作人员都穿了厚厚的防护服 工作确实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他们 现在已经坐上大巴车了 准备去往酒店 我们这一个飞机上 分到这个酒店,零二十岁 他可能是按区往不同城市里排的吧 大巴车一进入市区以后就看见 哎呀 灯光明亮啊 楼房下边那些店铺街道两边都开了 原来人往右前方进入服务 那种烟火气那种热闹劲啊 真是真是太嗜好了 太好了 心里他老开心老开心 也挺不开心 看看这 那各种饭店各种小吃都开了 完了卖鱼我俩说的不订阅 我俩又点外面 到了酒店了 在听众工作人员安排 在登记 登记入住手续 看着工作人员认真消毒 清理地面呢 就是我们的行李 卸下车的行李什么都消毒了 看到这啊 就心生感慨 看看国外为什么疫情一直不结束 再看看咱们国内 就对待疫情的这种 严阵一带的这种态度 就知道了 大家就有个对比 在机场里也经常就有这种 祖国欢迎你 一看到这真的都有种要流泪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感动 这个酒店呢 是在天河区 是在室内 每晚 那个标件是428一晚 要是大床房呢 是450一晚 小蛮鱼我俩住两个房间 都是标件的 428一晚 不包括吃饭 如果吃饭是另外再算 点外卖也可以 这是什么 5楼 这个酒店呢 有些老 但是很干净 就是里边的家具什么 有一点斑驳掉漆了 但是窗带什么都洗得非常干净 屋里有消毒水的味 可能没住过一个客人 就消毒一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了啊 从今天经历来看 回国呀 也不是说想象的那么难 想回来的就回来 谢谢大家